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若是日本人 他若說要為了國家事 我都為了控制事 既然這樣富山的中文 想說我來控制 這樣對 對東北去 我是控制 但日本人 自己心裡是控制 在這裡 在這裡跟他們做的 大家都回家喝酒 所以就是這樣 跟平和 他朝我九歲 就大家跳舞 喝酒 做好這樣 我愛你 這台東北 一定做台灣營養 好 哇塞 我沒幫我殺成功 人工 你做我的功勞 你做的 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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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語言講台灣歷史 紀錄片革命進行室 則是紀錄了非常重要的台灣歷史學者 台灣獨立運動先驅史明 他的著作 台灣人四百年史深遠地影響了台獨運動 中研院教授吳瑞仁就形容說 史明是一個從不被體制承認 但是在地下流傳 不斷像滴水穿石一般的 穿透了台灣非常現實商業甚至腐敗的社會的一個很奇妙的人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紀錄片的導演和製作人來聊聊這部紀錄片革命進行室 導演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製作人你好 你好大家好 其實為了準備今天的採訪呢 我特別在最近的時間去問了我身邊的朋友 我問他們你們知不知道史明是誰 那多半的人是拼揍不足一個完整的 具體的面貌 可是有一些朋友就會說 我知道他寫過台灣人四百年史 但我們知道他其實在台灣的歷史上非常重要 而且現在還在世高齡97歲 我們可不可以先請委員來跟我們談一談史明是誰 然後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我們需要做一個紀錄片來認識他 史明是非常獨特的 在台灣在爭取主權獨立的過程 或者說還沒有完成的這樣的一個壯闊的運動中 那他是獨數一致 把他的一生投入這樣的一個運動 到現在都還在進行 對 如果你如果看到他在太陽化學運的時候 他也跑到立法院去 他一直希望把他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他的靈魂好了 他的精神好了 再傳給下一代 那我看到這個史明他 用這樣一生來紀錄台灣 這個追求獨立的這樣一個過程 對 其實是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 大家都沒有把它完整的紀錄下來 當下就決定說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那一天他已經95歲了 那現在已經97 是 所以當下我就決定說 不管如何 我應該要負起這樣的一個責任 然後畢竟我擔任過新聞局局長 現在擔任立法委員 我覺得這個事情如果我看到了 然後我不做 我對不起台灣 所以我就毅然就 然後就拜託導演 最重要的責任 最重要的工作是他在做 對 那我們是去籌備這樣的一部電影 我是個很晚會的人 我在我的求學過程中 我是非常的 黨國教育底下的那種 乖乖牌的學生 我是一直到去美國讀書之後 然後遇到一些台灣同鄉 那我真的是交友不慎 然後被這些人非常密集的 長期的這個教誨也好 洗腦也好 我才整個在我的政治 社會意識上受到啟蒙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在拍這個紀錄片的過程中 一直在跟歐利桑在 我們兩個一直在想 為什麼他82年 80年代在美國 在巡迴的時候 我們怎麼都沒遇到過 所以這個因緣是很奇妙的 我並沒有直接的受到 使民的影響 可以這麼說 但是就是說 在我接觸的這些台灣同鄉裡面 他們其實是非常多的 都是使民的 受使民影響很大的人 所以其實當我從美國 學成歸國的時候 我從海運回來的行李中 對 就有一本厚厚的 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漢文版 是 那是我們在美國買的 那時候因為我先生 他在亞洲圖書館工作 他幫亞洲圖書館訂書的時候 他特別多訂了一本 然後我們就帶回來台灣 可是那本書呢 那個在美國印刷的 漢文版的是非常漂亮的 那個印刷很精美 可是後來台灣那個 不曉得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是被 被國民黨沒收 被海關沒收還是怎麼樣 我們的行李是被 有些書就是被刀子劃過的 那本書就不見了 那後來我們也無從追究起 我們就回來台灣之後 我們就又再買了一套 就是那時候好像是 鄭南榮基金會出的 對 紅色的很慫的 兩本燙金字的 然後就在那個書架上 擺了很久 當作我的那個參考書這樣 我其實在做 有關於歷史的紀錄片的時候 會常常會需要去參考的一本書 我們其實在那個公開場合 看到史明先生的時候 通常他都穿著那個牛仔衣 牛仔褲 麗櫃姐應該最近跟他很熟 有沒有去看一下他的人生 他的衣櫃 他有打開給你看嗎 他對於這個紀錄片的 開放的態度是 我就覺得說他非常的開放 他真的超過我想像的開放 他把他的生活 簡直就是完全對我開放這樣 我們就可以去他家這樣 長驅止入 然後翻箱倒� 我們檢視他的這個書架 看他的書架 檢視他的思想 然後就說打開他的衣櫃 看他的衣櫃 看他的衣服 然後他這個是 衣櫃裡面 衣櫥裡面 其實幾乎清一色都是牛仔衣 這是真的 是真的 後來欧莉桑有說 其實就是說他的國外的友人 會寄牛仔衣給他 因為他們知道他愛穿牛仔衣 是 所以有時候冬天的時候很冷嘛 所以他有刷 裡面有刷毛的牛仔衣 但是國外有人特別寄給他 他可能因為這樣子 他不需要傷腦筋去 要換什麼衣服 史明先生當然非常的配合 他自己 他自己常常說 沒想到他一生還有人把他拍電影 所以他幾乎我們的 我們的適應 我們的活動 他都像個偶像明星一樣 他就出席 對 我廣告一下 我們會 剛剛提到史明 他穿著牛仔衣 對 我們的首映會 會舉行一個 這個別開生面的 牛仔衣趴 牛仔趴 大家穿著牛仔衣 來看史明的紀錄片 對 那史明當然也穿牛仔衣 委員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你私下所認識的史明嗎 其實他的人生非常漫長 而且非常的戲劇性 就您比較跟他接近這樣的距離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私下的史明是怎麼樣 我知道的史明跟陳導差不多 就是從那個台灣人400年史 是 就在那個時代 他是一個禁書 對 我們在戒嚴時代念讀大學 那大家在私底下傳閱 那覺得說 有一個人 他能夠注意到 從工農大眾 從社會的底層 去看台灣 他應該發展的方向 以及台灣 紀錄台灣的歷史 那本書 那但是史明我認為他跟其他的 台獨運動革命的這個先驅 最不一樣的是 他有一個神秘的色彩 怎麼說呢 以前我們就覺得他很神秘 對 就是他可以去 他可以參與武裝的革命 對 他怎麼樣來計畫 然後他好像 在情報的搜羅方面 還有組織人員方面都非常的秘密 然後他會到中國去參與這個抗日 對 地下情報工作 對他一方面 做了地下情報的工作 一方面也學得了 這個共產黨 這個鬥爭的技能 然後他後來又到台灣 然後在這個沒有辦法進行的時候 潛逃 逃到日本去 發現他其實很多功夫也蠻了得 對 在日本開了小餐廳這樣 對 然後他用他開餐廳的積蓄 然後不斷地支援很多獨立運動的各種各方面的發展 所以他的路線 以及其實他也有很多的 一般很多人也認為他有很多爭議性 是 那這些部分其實都充滿了浪漫 神秘 然後跟獨樹一致的色彩 對 在這中間實名有沒有給一些建議 對於他自己的人生要被拍成紀錄片 他有跟導演有什麼意見交流嗎 其實那個Oli-san他在我整個拍攝過程中 他其實最常講的話就是說 你什麼都可以問 你什麼都可以說 然後他說你好的也可以說 壞的也可以說 那所以我們就很大膽的 也說了一些小小的他的壞話 他的缺點我們也說了一些這樣子 那後來Oli-san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是還蠻忐忑不安的 要呈現在Oli-san面前的時候 對 紀錄一個仍然在世的人 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難度的 對 因為 每個人對於自己的人生要怎麼被詮釋 怎麼被 對 攤在大家的面前 應該是有很多意見 對 所以很多人會講說 欸 尤其是拍紀錄片的人會覺得說 拍死人比較容易 拍活人比較難 就是說活人意見很多 對 對 因為對自己的形象如何被呈現 就真的是會 會有很多的意見 對 我過去的經驗是如此 是 但是Oli-san她比較特別的是 她 其實她除了把她的生活很坦承的 對你呈現之外 然後 像兵紅跟阿中 他們就是說 我需要什麼 他們全力的協助之外 他們沒有要求我影片 呃去呈現任何東西 但是在這過程中 我唯一感覺到 Oli-san希望我去呈現的 對 就是她的社會主義的理念 她一直希望我們去問她 嗯 這方面思想上的 是 的這個 論述 她的這個思想 她希望我們多呈現她這些東西 對 她對於她的其他的 她的生命故事 你要如何呈現 對 她的愛情故事你要不要呈現 我在想她那不是她最最在意的 她最在意的是要呈現她的理論思想 可是這個其實是 對於一個這種媒材來說 對 要呈現思想論述其實是最不討好 而且是最困難的 對 那 她沒有影像 對 那所以其實 我是儘量的儘量的用一種就是說 穿插敘事的方式 是 既在呈現她的生命故事的過程中 也把她的思想儘量的帶入 Oli-san要問我說 我去訪問的情形怎麼 她第一句問我就說 你比較早到還是她比較早到 那我又嚇一跳 我被想說 糟了我比她遲到這個事情 怎麼立刻 Oli-san就知道了 她由她比我早到 Oli-san就確知說 評論小姐是很重視這件事情的 所以Oli-san覺得很欣慰 剛剛立貴姐講到 她的人生裡面有一段戀愛 唯一承認的那一段 我們在紀錄片也有呈現對不對 對 在中國兩個人就是站後認識 然後一起進入中共解放區 就有一段非常曲折的經歷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從中國 再逃回台灣 對 然後逃回台灣 那個Oli-san要繼續從事她革命 製業要去暗殺蔣介石 是 後來又流亡到日本去 是 然後到日本去 兩個人又便手知足地開了這個面對 這整個過程 整個非常非常辛苦的人生的過程 平和協者是參與其中的 一直都陪著她 對 這一段最辛苦的人生經歷是她陪著她的 是 所以我想這可能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情感的一段經驗 對 其實我是覺得說我們滿幸運的 其實我當初我完全不確知說史明生命中她唯一承認的這一個公開承認的女友 她還是不是還在世 我連這一點我都不知道 是 但是後來我知道了之後 然後那個 我就跟Oli-san提出要求說我們可不可以去拍她 其實我那時候也其實完全沒有把握說Oli-san會答應 對 但是Oli-san 因為我更不知道Oli-san跟她是不是還有聯絡這樣子 對 那也不知道說對方是不是會願意接受拍攝 對 那後來Oli-san她就 她也沒有任何吃衣 她就說好 然後她就幫我們聯絡 然後聯絡平和也就接受了 這平和協者就是Oli-san這位女友 對 然後我們就約在那個東京Oli-san的那個店見面 是約下午兩點鐘 然後我大概在1點55就到達了 我帶著Oli-san的大包小包 要我送給平和的禮物去 他托你帶東西去給他 然後我大概1點55到達 結果平和小姐已經在裡面 我看了嚇一跳 我在想糟了 我怎麼可以比她晚到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回來台灣之後 Oli-san要問我說我去訪問的請你怎麼 他第一句問我就說 你比較早到還是他比較早到 那我又嚇一跳 我在想說糟了 我比他遲到這個事情 怎麼立刻Oli-san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跟Oli-san說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雖然沒有遲到 但是他還是比我早到 是 那Oli-san跟我說 沒關係 他就是要確知這件事情 他就說日本人呢 對於跟人家相約 他如果對這件事情很重視的話 他覺得要比你早到 是 所以他由他比我早到 Oli-san就確知說 他很重視這件事情 他很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Oli-san覺得很欣慰 對於他 節目一開始看到革命進行式的片花 小小一段 我就忍不住問了兩位 有人看了會哭嗎 我記得適應的時候 應該有很多人在適應之後 看完之後感觸兩朵 因為當看到一個人奉獻他一生的 一生把革命當作一生的置業 他經歷過了那麼多的痛苦跟折磨 到現在還繼續燃燒著他的生命 對 中間當然有很多的觸及到 我想觸及到每個人心中 他對於人生的實踐 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革命的種子 那只是你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把它不斷地培養 灌溉 變成你人生中非常非常茂盛的 這個生命的樂章 那我覺得史明他是 他是 我們說他浪漫 他就是按照他的這個想法 他就是不斷去實踐 對 那我們每每 我們比如說 我們為什麼討論平賀 對 就是說革命家他怎麼樣去處理他的愛情 我們有時候有時候碰到 碰到一個愛情 然後有一個家庭的需要 有的人會把革命擺一邊 對 或者有的人是怎麼樣的理性的處理 可能多半的人都會選擇 他的人生吧 不一定都可以實現自己的那個理想跟夢想 對 因為人生有太多選擇嘛 對 那有些時候我們就也安於其位 有些時候我們看 他是不斷地去衝撞 有些該割捨的時候 那他是浪漫到必須要割捨他浪漫的愛情 或者是說他是浪漫到怎麼樣去燃燒他的生命 那很不簡單我覺得很細膩的 陳導他能夠去找到平賀 然後做了一個很好的這個比對跟訪問 其實他找到平賀也是要比對 使命到底夠不夠那樣的浪漫 說的是不是真的呢 歐麗桑在看完第二遍的時候 他跟我說 有了這部影片他對他的祖先可以交代 對 他就說他希望他下次記住的時候 對 他 我可以陪他一起去這樣子 史明先生看完了這個紀錄片之後 他有沒有什麼話跟你說 歐麗桑在看完第二遍的時候 他跟我說 有了這部影片他對他的祖先可以交代 對 他就說他希望他下次記住的時候 對 他 我可以陪他一起去這樣子 那那個 但是我是覺得說歐麗桑他最最最在意的 還是說這個影片他覺得可以可以影響更多的人 對他其實他最在意的還是這樣子 對於一個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理想的人 所以歐麗桑給這個紀錄片的名字叫做革命進行事 他現在97歲了還依然是在革命中 兩位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那這個紀錄片你們希望可以有什麼影響呢 我把它定義成我心目中的台灣偶像劇 所以作為一個台灣的 用一輩子付出他的心力 然後奉獻給台灣的人 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被注意的英雄 而這個英雄其實是可以作為下一代 啟發更多的力量 或者是更多的奮發的精神的 這樣的一個偶像 是 那這是我在當新聞局長的時候 我就心裡就許下了這個想法 其實我也本來要推動另外一部是劇情片 是 是鄭南榮 偶像劇的系列裡面也要排他 他的片名可能就叫《Nylon》 因為我覺得他的一生也是非常的值得記錄 那但是因為是劇情片 他可能募資非常困難 所以就暫時hold住 那紀錄片就是突然有一天覺得說 市民已經95高齡了 如果都還沒有人完成 我們就必須來做 一定要把它完成 那這樣的偶像 當然我還希望下一步 但我是鎖定彭明銘教授 彭明銘教授當年在脫離蔣介石的統治 離開台灣的那一段 幾乎是這個007的片子 對 那也非常的精彩 他的會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呢 我想 其實他的劇情片也大家寫過腳本 真的 但是一方面 腳本要能夠到007那麼精彩 或者是說要投資相當的金額還是有點困難 對 那我講這些就是說 我希望把在商業電影來看這些影片的話 都視為非主流的這些 我都能夠盡量把它完成 然後搬上不管是商業的或者是主流的 是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基本的文化論述裡面 對 讓大家都能夠注意到 對 因為剛剛你其實提到 其實還有很多年輕人其實不曉得史名是誰 是 不知道彭明銘是誰 對 對 那可是他們卻活生生的去影響了台灣這半個世紀以來 台灣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台灣 對 有這樣的民主或者有這樣的 至少在台灣的這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形成 那他們是付出了他們的生命的貢獻 是 其實自己的歷史真的要自己去認識 然後自己的歷史自己要記得去書寫 自己記錄 而且我補充一點 對 我特別 我特別希望這部片上最主流的院線 所以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努力把它完成 所以他在台北是信義威秀 曾三美戲院 他是 我認為這其實在台灣的主流跟非主流 或者是商業的這些文化的壁壘裡面 那我們試著去把它打破 坦白說這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些小小的革命 是 我是希望說 就是說透過這個影片 然後那個歐利桑他的精神 然後他這個拘樓的身影 扣樓的身影 然後在運動場合中喊著要堅持要堅持 這樣的一個精神力量 能夠鼓舞我們的年輕的世代 對 繼續前進 他其實也是 對我來說也是一種 在我以後人生的 也許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 遇到挫敗的時候 一種鼓舞的精神力量 我希望也可以帶給我們的年輕人 然後也帶給我們的未來的 台灣的各種的社會運動也好 台獨運動也好 注入這樣的一種精神能量 我們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歷史 才會知道我們要往哪裡去 所以也請大家走進電影院 然後好好的欣賞這部紀錄片 《革命盡行事》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